中美两国外长进行会晤 布林肯的一个用词 可能预示美国 要做出一个重大的让步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2月22日中午 也就是俄罗斯宣布承认 乌克兰两个州独立之后 没多久 中国外交部官网上 刊登了两个文章 一篇文章的标题是 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 谈乌克兰和朝鲜半岛的核问题 中方表示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 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 都应该得到尊重 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也应该得到维护 那么联合国态度是什么呢 是重申尊重乌克兰主权独立 及领土完整 另一篇文章标题是 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 主题是 管控分歧 稳定中美关系 这方面呢 双方都重申了自己的原则 就是要贯彻 两国领导人 会晤的成果嘛 不过 中国外交部网站的 这篇文章中提到 布林肯表示 正如拜登总统多次表示的 美国不寻求搞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反对台独 无意同中方对抗冲突 这里有个词汇让我敏感了一下 别的话都跟以前说的一样 而这次 布林肯代表了拜登 突然说了一句 反对台独 如果不是 外交部网站编辑 搞错了布林肯的英文原文的话 那么这件事 真是大事 要知道 中美建交以来 基本上 就没有谁 敢这么说话的 除了奥巴马胆子大 公开说了一次 反对台独以外 其他个人总统 最多就是说 不支持台独 布林肯这次表态说明 拜登这位 奥巴马当年的副总统 现在的总统 可能就是第二个 公开这么讲的 美国总统了 而且 我们要清楚一点 把不支持这个词 改成反对 动作特别大 这是要在美国国会 还有美国国内的舆论 掀起巨浪的 因为原来讲不支持 这个意思很含糊 不支持也可以是不反对 但是如果直接说了反对台独 实际上就变成支持统一了 这可就有点明确表态的意思了 完全不符合美国过去的政治模糊 不符合美国的国内政治正确 对白宫来说 这是个难度系数非常高的翻滚动作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 这两篇文章报道的 是同一个电话会晤 但是把了一个事 拆开说了 那么被拆开的文章 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关联起来 一起看呢 是不是可以发现 美国这次释放了个信息 也就是说 以往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政策 未来不是不能调整的 但是美国也希望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发挥点作用 这是打算跟中国做一笔交易了 那么这种交易能做吗 如果不违背中国的原则 不违背联合国的原则 不伤害中国的利益 那么未尝不可 但是要看美国能不能拿出真金白银 把这个交易完成了 毕竟现在是布林肯代表拜登说的话 而且就算是拜登亲口讲话 这也不是直接修改美国的法律 如果法律不改 那么就算美国这位总统 再怎么真心实意说反台独 那也是没用的 而且退一步讲 就算是美国真的把政策调整了 公开说反对台独 但后边有一句话还是不会改的 就是那句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只要这句话还在 美国就不会赞同和帮助 中国大陆主动的实现统一 不过呢 对布林肯这句话 我们也不能太过于轻视了 因为美国这种态度的松动 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 在当前局势下 不能继续两头得罪了 不能一方面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一方面还想着老对抗中国 对拜登而言 其实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让他能够利用俄罗斯 承认乌克兰两州独立这件事 打击一下共和党政策 逼着国内各方同意他的战略方向 也就是要把俄罗斯当成首要敌人 至于能不能成功 就看他在国内如何利用这个世界 说服各方力量 反正这句话一说出来 不管事后结果怎么样 蔡英文和民进党那边 可能已经有了地震的感觉了 好 关于布林肯跟王毅的谈话中 是不是故意透露了一些 有价值的信息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聊